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香港油麻的豪宅昨天发生一起死亡案件,一对任职香港政府的公务员模范夫妻在爆发丈夫外遇后闹离婚,丈夫已搬离原先住所,但昨天凌晨返回住处,但她妻子遭人用陶瓷刀狂刺多刀后,抛到楼下,自己也跳楼,双双同归于境。 综合媒体报道,死亡的夫妻都是公务员,分别是女29岁,男30岁,结婚两年,是众人眼中的模范夫妻,但近期,妻子发现丈夫行踪有问题,偷看手机,才发老公出轨,两人大吵,丈夫搬离住所,妻子打算聘私家侦探追查。 昨天凌晨4点多,丈夫返家在与妻子吵架,一用6寸长陶瓷刀狂刺多刀,还把她从客厅阳台丢下楼,她自己从我市的小阳台跳楼,双双坠楼后,被大楼保全发现报警处理。 而离奇的是,新岛日报报道,昨天警方在命案现场为两人验尸,先验女死者后,打算再续验男死者,这时,静刮起一阵怪风,吹翻遮盖男死者的小型帐篷,还一直飘向女死者的一边后,在飞舵街上。 由于昨天正值香港于兰街也是方间撑的鬼节,让附近民众直呼邪门。